家 很關心 大家互相同甘共苦 有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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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只有一個家 廚房是一個聯繫感情的地方 為生菜為切菜為煮菜 跟客廳大家坐在那裡看電視完全不一樣 一個人介紹我去他們 我說哥哥 我們家剛才你的 我同時 三十幾年 你老闆做的 又不錯 又很新 這就是哥德 永遠品質就是很好的 以前我們老闆 要隨時 24小時 在那裡 其實我換個六個學部 所以客戶就是這樣來 從來不休息 因為他是一個長小孩 我們長小孩的時候 我們也覺得希望回去很風光很熱 所以他很打招 很榮心要經營 他爸爸走得太快 換乾嘛 乾不好 錢 三個月就走掉 後來就是乾分泌 他清醒的時候 就是工廠 師父 沒有家人 他不會擔心老婆怎麼樣 或是小孩怎麼樣 擔心都是工廠 沒有退路 所以那時候我帶著鋼盔 往前衝 你沒有資格流眼淚 那麼一堆人 跟我那麼久 我一個人倒下沒關係喔 小孩子還可以在外面救我 可是那些員工跟我這麼久 一個大家庭 我不能倒啊 所以勇敢的往前走 眼淚流一流 到前面還是笑一下 還是要這樣子 我們家起來 是四十個小時 大概一個八小時 我們四十個小時 一定可以坐得起來 所以那時候是十四年前 台灣儲蓄以前是什麼 八九萬 十幾萬 後來才有四五十萬 這就是一個演變 傳統和改歐法 跟你要為台灣體驗的 高德的 跟未進口的 這重點 剛好是兩個專心 可是這一定有鎮痛期啦 以前像我們的業務 都是在為我們自己的高德嘛 你要未進口 哇 只要剛才百多萬 那業務不敢報價耶 怕到了 鎮痛期 兩三年喔 員工幸福 是老闆的責任 也是老闆的榮耀 小孩要吊 吊不出來 要吃飯沒飯 這樣 這個老闆就失敗了 高德就是一個大家庭 每一個都是我的家人 我的弟弟 我的妹妹 我的兒子 我的女兒 給員工去上課 給他理念說 你在高德是 你可以看到未來的 未來是什麼 就是你自己很用心去經營 從以前都在工廠煮飯 煮飯的話就是大家一起吃 家裡沒有什麼差別 就像吃一樣的餅 連續到現在還是一樣 永遠都不會變 因為我們的師傅跟我說 老闆娘 你心都不變 身材變來變去 人家變大塊 人家變什麼 這個品牌的話 到現在為止已經四十週年了 從一開始是做零售 到現在的話我們是做B2B 還有鑰板間的承接 對我們來講都是一種新的挑戰 真的還滿想將台灣的商品 推廣到國外去 希望是說國外的廠商可以看到 雖然台灣並不是一個很大的國家 但是我們對於商品的要求 確實非常的嚴格 杜拜跟美國那邊還持續有回來 再問我們一些合作的機會 我希望聽到哥德可以浮出 家的印象 這也是我們創辦人一直以來的希望 就是用家的概念去凝聚著 所以我一直很想讓你聽到 哥德就是會浮現出 一家人坐在餐桌上的感覺 去那裡買家就想到哥德 人家剛才朋友要買 你去拿哥德就沒問題了 這就是一個誠信 這是永遠不會變的 我們電話都沒變 不管你到哪兒的電話都沒變 小孩子也會傳承下去 城鎮信實 品質保證 服務第一 這就是哥德